嘿,大家好,我是ZM來 那可以叫我Emo,我Emo 那...那個這一次呢我想要就是 來稍微講一下快速的說一下 今天官方釋出的這個之後更新的內容 就是之後會更新的預告,這樣子 OK,那非常快速的講一下喔 那首先呢,是之後會更新新的這個遊戲模式 那會分為兩個模式,之後的Shadowverse會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指定系列,一個是無限制 那指定系列的意思就是說呢,可以看到這邊這個 卡包嘛,有很多的 很多種卡包,那指定系列呢就是 你的牌組只能使用最新的,就是最近的 五個卡包,加上部分的永久卡,我覺得 可能是像主角的光頭啊,這樣子的永久卡 對,那...才來玩的喔 就是只能用最近的五包 就是不能用舊的卡了 對,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無限制的喔 就是跟現在我們玩的Shadowverse一樣 沒有限制的,只是有可能會追一家 那就是像之前那個...鳳凰庭院那樣子的ban卡 那一樣是由官方決定的 對,有可能會新增ban卡 那...再來呢,就是說...呃... 再來呢,就是...呃...更新了 這樣子的限制模式 限制指定系列的模式之後呢 那Rank會變成怎麼樣呢? 那Rank呢,之後會變成兩個模式 也就是說...呃... 以我來...以我為例好了 那...我現在是AAA2 呃...43682分 那...等到這個,如果說我更新的時候呢 我是這樣子的狀態的話呢 更新之後,我就會變成說 我的Rank會有兩個 這邊這個Rank呢,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指定模式 指定系列,一個是無限制 那...指定系列跟無限制 兩個模式呢,都會繼承我這個...當前的分數 那...繼承這個當前分數之後呢 之後,他們就是兩個獨立的系統了 也就是說,我指定系列的分數跟... 無限制的分數是分開的 會分...要分開爬 那...也可以分開獲得GM 就是可以個別獲得GM 你兩個...兩邊的那個階級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對,那...GM的獎勵也是可以拿兩次 如果你兩邊都可以上GM的話 對,那...再來還有...再來就是說 這個...呃...累積BP獎勵 這個累積BP獎勵的部分呢 會變成說是加在一起 就是...你的兩個模式 獲得的BP,加在一起 來...算這個...累積BP獎勵 對,就是...之後更新...新模式之後 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就是...很久沒有更新了 這個競技場,一直都只有2pick了 那之後會更新一個就是...呃...大會模式 那大會模式呢,就是有點像...呃...在線上版的...大會比賽這樣子 對,那...不知道會...細節沒有講 不知道之後會怎麼樣設定 對,不知道之後會怎麼弄 如果之後有更新的資訊的話 會再...呃...可能會再跟大家講吧 放在...之後的閒聊裡面 再來呢,就是...新增了新的主戰者 然後...一個新的職業喔 那...新的主戰者的名字呢,叫做一... 那...那個字,第二個字,我不念喔 怕念錯,我就顯示在畫面上 那...這個職業呢,叫做復仇者 那...復仇者呢,就是說 你的牌...組...你的牌堆呢 就是你的...抽牌的...那牌堆嘛 裡面的...牌呢,是偶數...牌 就是你一開始不是40張嗎 啊,我先公抽4張起來嘛 那就變成36張,偶數 那就會啟動共鳴 對,那共鳴呢,就是好像吸血鬼的復仇 龍族的覺醒這個樣子喔 有很多的卡片呢,會必須要是共鳴狀態 才可以...才可以去...發...才可以去使用的能力 這樣子 那...他就變成說,呃...你一般的打法的話 就是一場...就是一回合共鳴啦 下一回合沒共鳴,下一回合沒共鳴,下一回合沒共鳴 這樣,對,那...想必就是說 他這個牌組還會有很多抽牌啊,什麼之類的 對,那...這些細節 對,那...就是會有很多火星的不一樣的玩法 對,雖然剛出的時候呢,這個新的主戰者會...牌會比較少啊 因為之前面的卡包的牌他不會...他不會...很不會追加 所以牌會比較少 那...但是,之後再出新的卡包的時候 他還是會繼續的...也是會更新說他的牌啊 對,那之後打指定模式 就剛剛說的,只能用五包 只能用前五包的...的那個模式的時候 就是那個...影響就不會這麼大 對,那...欸呀,在...那...剛剛講的這些更新呢 剛剛講的這些更新呢,剛剛講的這些更新就是... 呃...新卡包,然後...呃...新的主戰者啊 然後新的職業 都是在12月29號 對,2017年12月29號會推出 就是,呃...還有兩個月啦 對,我們還有兩個月可以集出文 好,對,OK 那...再來呢,下一個...下一個事情就是說 呃...11月6號,6號 快了喔,呃...會有... 1400萬累積下載的活動 對,那就是11月6號會有活動 那會什麼活動 我不知道,可能又是登出獎勵吧 對 那...好,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喔